被網友封為是最美魚飯的藝人劉新宇 外型相當甜美 擁有高人氣 但沒有想到繼續有人是假冒他 在地方臉書社團上po文要進行徵婚 對此劉新宇表示說道徒行為很不可取 目前的重心都放在工作上不需要徵婚 也提醒大家千萬不要受騙上當 號稱最美魚飯的劉新宇 長相甜美 擁有超高人氣 曾當過白衣天使的他 去年五月還響應醫護召集令 主動投入醫療前線對抗疫情 現在卻有不肖人士盜用他的照片 在地方臉書社團上進行徵婚詐騙 po文內容就寫到 賣魚微生真的很丟人嗎 很多人嘲諷我是賣魚的 一輩子嫁不出去 不嫌棄的聯繫我 最後跟附上LineID po文一出被眼前網友發現是篇詐騙文 要民眾別受騙上當 劉媽媽也為此大動肝火 那麼努力在工作 然後居然還被人家這樣子拿出來做這種壞事 我覺得這是很不好的 而且我們是很清白的家庭 被人家這樣盜用當然是很生氣 媽媽說劉新宇最近都在台北錄影接通告 已經一個月沒回家 而劉新宇本人得知照片被冒用 也表示盜圖行為很不可取 他每天都很忙 真的不需要別人幫他徵婚 市場其他攤販更是替劉新宇打抱不平 看看臉書社團上不只流星雨 還一連串出現很多美女罩和交友貼文 警方提醒詐騙集團利用藝人的高人氣 藉此引誘網友上鉤 呼籲民眾網路交友風險高 加好友之前務必睜大眼睛 別被一張美罩給騙了 接著到我們彰化參觀 鈴鐺